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一直到去年底 台湾的硕士与博士已经达到92万5000人 依照这样的成长速度 今年底渴望达到100万人 台湾高学历的比例之高 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 不过高学历却成了高失业率的噩梦 大学生为了要找工作 强迫了头 而除了比学历 还要比个人的竞争优势 21世纪的大学生 要具备哪些条件 才能在毕业后脱颖而出呢 记者张晓瑩 周明文的采访报道 还好本单位采用 外申的桌面虚拟化管理平台 让我们来看看 这台闲置在公司的 没有人用的比例 这台放在路上 没人要 翻面没人减 也没人要买 一样 启动 5SAN的桌面虚拟化平台 我点两下 我在终端机执行 国立成功大学教育目标 国际化有没有救 休息工作了 我想是勇气吧 就是他让你去踹过 所以你会更有勇气 去跨出这第一步说 我要创新 或我要创业 我们那时候去学了猛甲 猛甲的那个预告片 然后我们去改编帮他做一个 银波布丁的一个预告片 希望可以做好玩的事情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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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事情 这是布丁吗 跟我想的 跟他一样 这开始真是台南布丁了 跟他听一尊口 不要让很多事情好像就是 照着那种 应该怎样就怎样那种感觉 毕业的季节到了 新北市在校园展开 真彩活动 第一场在淡江大学 来的同学很热络 心情却很彷徨 现在就是很彷徨 对 就是看什么工作 可以适合自己 那你念财经是你的兴趣吗 不是 那为什么念财经 因为爸爸希望我们算读 商业类的 对 就是依照爸爸的意思 对 对 那你工作要找什么呢 行政类的 比如说呢 像行政助理啊 或是采购那种 我是财务金融学系的 然后毕业之后 现在在找工作 可是没有什么兴趣耶 读这个系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以后还是往行政助理 或是我比较想要去做的就是领队之类的工作 根据全国就业服务中心的统计 大学毕业生最想从事的是文书 以及行政助理的工作 然而这种职缺比较不具专业技术 替代信用高 缺乏职场的竞争力 再看一看他们的履历 四年的大学学什么 一张A缝纸写不满 你这张履历像你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 就是因为这张履历就是比较 因为这张履历的本身是在课堂上 老师就是跟我们说可以 像从这方向做 所以强调的部分就 就还好没有特别强调 对对 你递了吗 履历递了吗 反应是什么 反应就还好我觉得 究竟大学毕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受到主管的青睐 我们实际跟着一位同学去找工作试试看 好紧张 超紧张的 你好 我想要应征储备干部 好那一起坐 这是我的履历跟自转 当面是主管看完他二十几页厚厚的履历 立刻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像刚刚那位就是面试的女生 他比较可贵的地方是他把他的履历做得很清楚很好 然后很可贵的是我觉得他有个热忱度 因为他很充分了解他要从事的是服务业 所以他对于顾客性的一些了解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那当然我就觉得录取的几率非常高 再到另一家公司的情况呢 你准备了好丰富的资料 非常认真的准备了 你希望给他看什么 就是让他看到我有创新跟行销的部分 然后有企划的能力 那比较重要是态度跟团队精神 比如说呢 里面 因为就是里面有提到 我有参加过一些创新的校外的比赛 那校外比赛的话 要写企划的话 是要共同团队精神还蛮重要的 那我比较希望他们看到的 其实还是最后面的成果部分 就是在课堂上自己创意作品的部分 朱鲁欣的创意作品是 运用口红胶的旋转方式来涂奶油 那门客启发他的创意思考 学习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大学四年学什么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 创新与团队合作的领导能力很重要 但是你讲leader来讲的话 很难的就是你看得到的价值 你想办法去沟通到 让你team member或后面一群朋友当中 他也看得到 第一个是要有同理心 你要去体会他那你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他也看 他也是不是相同他有需要的 创新实在在改变 有没有办法看到未来的价值 未来的需求 未来的挑战 所以基本上创新基本上看得是比较远 他会把一个东西的问题去解决 或者一个问题可能会发生 在过程当中他在做 去做过程当中把它避免 那这样子的人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dership其实另外一个就是teamwork teamwork当中专业的人 怎么样他在一起合作 这是相当难的 特别是台湾过去的文化 是不重视这一块的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创新以及可以运用团队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功大学首先开办了三创学程 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创意创新以及创业的潜能 以往程大被认为说是应该是过去12年吧 天上杂志评选我们都是企业的最爱 那么为什么企业会最爱 正面来看的话是因为程大学生够聪明 但是又够听话 然后很好管理很好沟通 这是正面的讲法 如果说是负面的讲话 就会变成程大人也许他在领导方面来讲差一点 在坚持己见来讲差一点 所以三创中心所代表的意义是说 怎么样唤起成大的学生在产业里面应该有的不同的思维 让大家认为说我们可以让产业发生一些改变 和传统填鸭式 有老师直接把答案交给学生的方式不同 这门课老师会不断问问题 然而答案不是重点 而是在训练他们的闯意思考 好 你画一下1.0 用图示的 你认为1.0的模式是什么 我现在分享我的啦 不一定对 画一下1.0的模式是什么 2.0模式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3.0模式 你们都在生活当中 这一题就是刚才那个圣伯的 如何跟人家沟通 你如何跟阿嬷沟通 什么是2.0 什么是3.0 阿嬷也听不懂啊 就是老师就是把东西交给钱 1.0 2.0比较像维基百科 有各方的专家供应提供的咨询 然后让大家在搜寻上更容易 3.0 那这个是单向 只会跟人家讲我抓到那一块 这个是单向 这个是双向 我可以跟你交换十七宝贝 或者是你抓到一百三十只 我就在表现那边 然后这个是 可能我三秒前 刚刚抓到一只 你就把我抓到那只头子 就是单向 所以 这个是更即时 这个是即时的 这个可能还没到这个 那么即时 那这个就是很单向 没有即时的 然后可以选择 没错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 就是它需要一个平台 然后是做单向的沟通 然后2.0是同样需要一个平台做双向的沟通 然后3.0是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使用者都是一个平台 然后他们可以自由地跟其他的使用者做沟通 这个学程强调的是不分年级 集结各种不同的科系 发挥跨领域的团队创意 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十全十美 所有的东西他都了解 所以他如何能够辨识到别人的能力和别人能够带来的价值 这个可能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最重要的 此外成功大学还特别为他们筹筹天使金 每个团队5万块帮助他们创业 请问一下索卡有什么优惠 布雷折价5块 布雷折价5块吗 那可以给我一个 焦糖马奇朵冰火布雷吗 这张是我的食我卡 那这是成大学生在成大附近商圈 发起的食我卡 那它可以享有在台南200多家的美食优惠 那我现在就是来到这家极美法式冰火布雷 然后我买了一个焦糖马奇朵冰火布雷 那我凭着它就可以折5块了 丁云璇今年大三 他和同学一起经营美食网站 每个月的营业额数十万 到底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